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些地区很多的青壮年农牧民 他只要会一点普通话 他就可以走出大山走出山村去学一点技术 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就能全家脱贫 那他们之所以学不好普通话 讲不好普通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缺少好的语言老师来教他们 这几年我的委员提案 一直在关注推普脱贫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通过推广普通话来助力脱贫的工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